晚上九點十六分 現任總統蔡英文領著賴清德 蕭美琴一起走上臺 民眾興奮的搖旗吶喊 首先我要以總統的身分 恭喜賴清德副總統順利當選 那臺妹小英的一席話 讓下一屆總統賴清德 放下嚴肅神情 露出笑容 與大家揮手致意 全場歡呼聲直衝天際 而賴清德也護送小英走下臺 象徵新世代正式交棒 大家再給蔡總統一個熱烈的掌聲 感謝他 感謝蔡總統 副總統當選人蕭美琴大使 行政院陳建仁院長 我們給熱烈的掌聲 暖男賴清德 溫馨致詞 還與即將共同上路四年的夥伴 對視一眼 讓蕭美琴鬆開緊繃的神情 露出感動微笑 甚至還將手放在胸前置意 而賴清德更是九十度鞠躬 打謝默默投票的無名英雄 也反省民進黨不足之處 民進黨有得也有私 國會的選舉不如預期 我們還是要檢討反省 必須要把原因找出來 繼續生根 我們並不完美 但我們一定會要做最能回應民意的政黨 好不好 好不好 勝選不驕傲 未來的路充滿挑戰 賴清德感謝大家為民主寫下新的一頁 晚會來到尾聲 氣氛已久熱絡 場邊粗勇的支持者更是嗨半天 剛往停車場路上 賴清德停下腳步 也支持者們互動 雙方握手 加油打槍 雙方握手 氣氛 另一頭民眾高喊副總統辛苦了 這場選戰總算合金甘來 也讓蕭美琴的努力獲得肯定 她再次揚起笑容 一臉感動 還與支持者們大合照 共同享受勝利的喜悅 今年三角都總統大選備受關注 下午三點開始賴清德競選總部 就已經湧入上百名支持者 4點02分數據更新 賴清德票數領先兩名對手 現場民眾搖旗難喊 歡呼不斷 候選人也是密切在關注開票的狀況 那我想大家都會很謹慎小心 那心情放輕鬆 因為選舉已經結束 那我們好好的看開票 總統雖然是領先 但是其實看到柯文哲的票數 也那麼高的話 確實是還蠻擔心的 選票陸續開出 計票持續更新 柯文哲一路緊追在後 與賴清德只有些微差距 不到一小時 雙方已經產生拉鋸戰 賴清德的票數 逐漸與藍白陣營拉開 差距至少六十萬張 不少區域立委也旅傳捷報宣佈當選 現場展現輕鬆熱鬧的氛圍 綠椅子入領先到勝選 但這場選舉結果 帶給賴清德更多的是責任與挑戰 華視新聞講新聞羅鎮輝採訪報導